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豆提前充分浸泡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熬煮40分钟 大米和糯米按照2比1的比例也出清静靠 冷水下锅煮到米粒开花粘稠 煮好的红豆已经融化出沙 此时加入红糖既能增加甜度又能增加颜色 像浓稠的粥里加入白糖 糖粥的香甜气味随时让人心动 将熬好的糖粥盛入碗内 铺上半边红豆沙 这碗红云盖白雪就做好了 香甜软糯的粥底 粘软细腻的豆沙 再加上唇齿间若有若无的桂花香气 直接甜到心底里 在这个对西式甜品缺之若鹜的年代 一碗热乎乎的糖粥不仅是口味上的满足 更是对传统手艺的怀念了 小小的糖粥不知能否唤起你小时候美好的回忆呢